當初看到的劇本 我會覺得導演越寫越衰格 有些時候我會覺得 為什麼這個人可以這麼沒人性 拍攝時想著中期才會響大 因為始終第一星期要交代很多事情 可能交代每一個角色的背景 但我跟導演合作時 他都會說希望你這個角色 很想打巴你 或者令所有觀眾都說很討厭你 但沒有想過第一星期 到第二、第三集的迴響那麼大 以及有很多傳媒去報導 所以是比我們預期快的 當初看到的劇本 我會覺得導演越寫越衰格 有些時候我會覺得 為什麼這個人可以這麼沒人性 我自己去看的時候 我會去想這個角色的心態 但我跟導演之間是有一個信任 所以我不會覺得他這樣寫是有問題 然後影響到我自己形象 或者我做不到 他怎樣寫我就怎樣去做 他寫到二百分的間 我就做二百分 或者超過二百分 所以就變成這個角色 我會很盡情地去做 他很自豪 他自己很觀人於眉 所以他覺得我內在 應該都有一些很黑暗的一面 可能是平時 我因為工作環境 我都會比較收藏自己 或者很小心去說話 但他就覺得 可能我內在都會有一些很黑暗的一面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會有 但他就很想 我去透過這個角色 去將自己一些情感 或者很暗黑的一面 展示給大家看 當然了 這個角色是很極端的 我亦都不會像他那麼沒人性 他就會看到我這個特質 他覺得我可以做得到 今次我就反而跟自己說 不如試試用一種輕鬆一點的方式 例如收到劇本不要天天這樣看 所以我是用了一種拖延性的方法 去到很後期我才很認真去看劇本 最初好像在看一本小說 去看看我每一集的故事發生甚麼事 到開始知道就來開工了 已經有run down 我才開始集中去看每一場戲是怎樣 然後才去想我的角色應該是怎樣去做 還有我用多了直覺 譬如那一場戲我看的時候 我有甚麼感覺 我就記住 而不是說我加鹽加醋 多了一些雜質去演的角色 入了這一行一定是有勾心鬥角的 但是很幸運就沒有人害我 我自己做人的態度就是 我都不害人 我也不希望我不害人的時候 你走來害我 你不要教我 我不介意你自己用你的方法去上位 但是你就真的不要教我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是很煩的 而且我的性格也不可以這麼聰明地處理這些東西 我開工的時候 我只想專注去做好事情 做好演員要做的本分 大家合作得很愉快就可以了 我希望用我的能力去得到更多的機會 令到事業可以更上一層樓 我會在班裡的交友 把很多技巧都交給你 然後再 size一個小叫 但我會練習的 其實沒有我覺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